你爸爸呢? 爸爸走了 走了多久? 走了去哪裡? 你八歲? 你妹妹呢? 七歲 你呢? 五歲 你有沒有想念你媽媽? 全都在大屋 這三個姓嫌的兄弟姐妹 星期六晚去到家附近的公園找 其間懷疑因為草陰問題 警員將他們帶回家 之後經了解 發現他們的媽媽涉嫌欠交罰款 在通緝名單上 於是就將她帶走 去溝通一下 現在煮飯給你吃不下 常常掛著媽媽 他們也掛著媽媽? 是啊 一個是一巴巴哭 啊 昨天有沒有哭? 昨天哭幾次 看到打破就沒有了 小朋友的家裡很髒 衣服和雜物散落一地 開門的時候 更加有一陣意未傳出 據曾先生了解 去年展家一家五口 搬到這個 在旺角東安街的劏房單位 但是爸爸在去年11月 因病去世 剩下42歲 姓黎的媽媽 獨力照顧三名子女 他們長久以來依靠中文生活 也有社工跟進 他媽媽也在一起吃 是啊 我還去媽媽吃飯 利池鄰居曾先生 仗義照顧三個小朋友一晚 但是不知道他們的媽媽 什麼時候才回來 他都擔心自己 他都擔心自己 有心無力 最終在星期天下午12時多 警方派員接走三個小朋友 去到油麻地警署辦理手作 之後再看看如何安置 據了解 姓黎的媽媽 因涉及欠交罰款問題 需要暫時拘留 至於這次事件 就沒有涉及疏忽子的兒童